受到疫情的冲击,观光旅游业都惨不忍睹 导游们在接不到团的情况下,只好想办法利用时间来充电 高雄人权学堂就和高雄市导览协会合作 规划一系列的观光景点创新导览课程 希望透过资深讲师的经验分享,提供业界更多的创意思考 在疫情过后,为游客提供更生动的导览解说服务 原版应该是穿借旅游的最佳时机 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观光旅游业一片惨淡 导游无团可待的情况下,纷纷找机会进修充电 高雄市导览协会特别规划一系列创新导览解说课程 希望鼓励旧与新知加入行列 所有旅行社员工或旅行社都是由老板或者是管的 所以这是补助的对象,一般大家都注意到他 可是导游跟领队,它是好像卫生块 很多老板他用了卫生块以后,用完就丢了 惨淡很久了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不要在家里招建户 不如来这边练兵 当你的时机到的时候就是往上冲 看好部落高山旅游在交通便捷的带动下充满潜力 不过事前的准备工作可不能马虎 因此课程特别针对行前的路线规划 装备和突发事件的因应都包含在内 希望透过万全的配套带给游客安全尽兴的高山深度旅程 台湾现在已经慢慢有一些公路都开到高山的旁边 所以我们现在这一次的这个课程 因为最主要就是带一些新近的年轻的有体力的 有活力的那些那个导游 让他们有一些山野的知识 可以在带船的当中碰到应变什么应变 或者至少他也知道说高山的知识 平地一直到2280天子 忽然我跑到一半的时候 心脏快要休克 我糟糕了年纪大了 停下来然后转头一看 我后面的七个都跟我一模一样 就是一下油下往上 因为车子冲得快嘛 所以可是你的氧气就不足 这个就是透过这些老师来这边分享 一系列的创新导篮讲座活动 从三月份起推出到六月 每个星期三在高雄人权学堂进行 内容除了介绍知名景点的历史过程 还有建筑特色和绿能生态 以及美食和公共艺术等备用全面 欢迎对创意导篮解说 有兴趣的朋友把握机会前往聆听 记者李正道黄兰军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好